要注意哦 在网路上卖肥料 小心不要触法 阿强是一位肥料业者 有天他突然想到 要去网路上卖肥料 然而 当阿强上网做完功课之后 才发现 卖肥料不像阿强想象中那么简单 究竟如何卖肥料才合法 每个人都可以在网路上随意卖肥料吗 关于肥料 政府拥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法规 严谨的为国人进行法官 制定肥料管理法规 为肥料种类进行分类 建立肥料检验规范 这些都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安全与权益 肥料业者 包括肥料制造业者 肥料输入业者 以及肥料贩卖业者 法规中 对于这三类业者 有着明确的定义 只要申请通过审核 获得制造或输入肥料登记证的肥料产品 即可合法贩卖 肥料共分为九大种类 申请肥料登记证的第一步 先选择肥料种类 品目及送宴 并准备好以下文件 向农委会农粮署提出申请 由于肥料贩卖是一肥一证 业者如果想输入或制造新的肥料产品 就必须个别进行送件申请 合格的肥料包装 必须以中文清楚的著名肥料名称 登记成分 以及用法与用量等资讯 只有经过完整包装 和正确标示的肥料 才可以进行运输和贩卖哦 你可以在农粮署网站的 肥料管理整合资讯系统 确认有无取得肥料登记证 如果贩卖肥料时 广告文宣上没有著名肥料登记证字号 品目及登记成分 会取得肥料登记证或来源不明者 甚至自行拆封 分装肥料贩卖 都是违法 最高可罚还新台币25万元 如果你还有关于肥料管理法规的相关问题 都可以致电洽询农粮署及其分署 你也可以拨打当地的 县市政府电话询问哦 现在你明白了 在网路上卖肥料 应符合肥料管理法规定 小心不要触罚哦 建立正确的肥料法规知识 贩卖合法的优质肥料 才不会让你的荷包失血哦